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他将在本周末前宣布他的美国最高法院人选,迅速采取行动填补自由派偶像鲁斯巴德金斯伯格的席位, 并在11月3日竞选连任前巩固6-3的保守派多数比例。川普表示,他将在周五或周六提出他的提名人,并呼吁由他的共和党同僚控制的参议院在选举前投票确认。川普在福克斯新闻上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川普曾提到可能的候选人是两名联邦上诉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艾米科尼巴瑞特和巴巴拉拉哥亚、巴巴拉拉哥尔分别来自芝加哥的第七美国巡回上诉法院和亚特兰大的第十一美国巡回上诉法院。总统表示,他正在非常认真地考察五名候选人。